我用身上仅剩的两块钱买彩票中了五百万 对讲当天我竟被从天而降的人砸死 魂被勾到阎王殿后 整个阎王殿被我闹得鸡飞狗跳 阎王为了稀释宁人 让我在活一世 还让我投胎成了公主 直到我两岁半时 溜出冷宫完 遇上了安阳郡主和陆贵妃 我才发现 原来我被阎王坑了 我竟然穿梳了 还是个炮灰 关键还得罪了大女主书里的女主 大女主正是五岁的安阳郡主顾新月 她正在爬甲山 看到我时 指着我就是一顿骂 爱东瓜 跟你说话呢 叫什么 哪个工呢 见了本郡主为何不行礼 此时我还在震惊自己穿成炮灰的事 没有听到顾新月的话 顾新月以为是我不把她放在眼里 插着腰来到了我的面前 一过来就想要抓花我的脸 我推开了她的手 她突然就哭了起来 我正疑惑时 就看到顾新月跑向我身后不远处 身穿明黄色衣袍的男人跟前 抱住了她的腿 原来是我的便宜爹楚地了 楚地看着大概三十多岁 面向偏冷 不怒自威的样子 但她看到顾新月时 瞬间换上了一张笑脸 还俯下身 将人抱了起来 真的好月月 怎么哭了 楚地心疼的帮顾新月擦擦眼泪 顾新月恶人先告状的指着不远处的我 哽咽着说 黄伯 那个小子 他偷了我东西不说 还要抓花我的脸 你帮月做主呢 我被几个太监粗鲁的滴流到了楚地面前跪着 楚地蹲下身 看向我 粗粉的大手不留情念的捏住了我的下巴 我感觉下汗骨要被捏碎了 啊 这暴君不分青红皂白要弄死我吗 他可是我老子 亲老子 俗话说 虎毒不食子啊 听到这碎碎念的声音 楚地狐疑的看了看周围的人 又看向了我 没人说话 是眼前这个臭小子 但他眼前臭小子的嘴巴没动 难道是他的心声 楚地收回了手 不可思议的看了一会儿我 随即低声问福安眼前这臭小子是谁 福安立马回复道 回禀皇上 这小子是冷宫的李飞生的 乃十八皇子 楚地道 来人 将这个臭小子拉下仗壁 暴君啊 他真的要杀我 那顾新月有什么好的 一个谎话连天的小孩 一点都不诚实 怪不得这西楚国在十年后亡了 有这样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君 苟延惨喘十年 已经是上天垂帘了 楚地神情突然一致 西楚国在十年后亡了 他看向正在拖走我的侍卫 先等等 转而看向顾新月 问道 月月 你告诉朕 他究竟偷了你什么东西 要是他真偷了 再杀他 顾新月不解这次怎么还要解释 背着手 从手上拿下了一个金镯子 朝后扔了过去 随即揉着眼睛哭着说 黄渤金镯子 他偷了后 看我追 便扔到那里去了 你看 顾新月指了指身后不远处 他身后不远处的草地上 静静躺着一个金光闪闪金手镯 一眼就看到了 那镯子分明就是你自己扔的 顾新月一看情况不对 连忙跪在地上 认错到 月月错了 楚地道 来人 将顾新月送到太后哪里 何时不再满嘴谎话 何时再送回陆贵妃身边 楚地吐了口啄气 看向了我 目光深邃幽暗 令人看不出来他在想什么 我心口一颤 大暴君内何这样奇怪的看着我 他该不会还要杀我吧 舒里安就是在今天被杖毙的 我不要被杖毙啊 那太痛了 楚地遗憾的叹了口气 但他还是看在臭小子 长得十分不错 看在心情颇好的份上 让福安送他回去 没再为难 大暴君竟然没有仗毙我 还算是名礼 心里碎碎念了起来 要是我这个便宜爹 早就这么的英明神武 细究当年我娘亲 通敌叛国的事 我娘亲就不会被关进冷宫了 从我生下来 他就在我耳边说 冤枉他和他母族 都是被人冤枉的 他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害他 真的太可怜了 不过便宜爹也好不到哪里去 待会儿他走上弧心桥时 乔会踏 他会摔断腿 记得书里着重描写了这段 因为西楚就是从这里 便宜爹站不起来的时候 开始摔败的 便宜爹在摔断腿后 每日一律寡欢身体 也因此每况愈下 最终差到连床都起不来 无法解决朝廷的琐事 宦官联合奸臣乱政 西楚国灭 我想要去提醒一句 但我只有两岁半 话都说不太清楚 去阻拦便宜爹 怕不是会被人当成疯子 说不准娘亲也会被连累 罢了 不说了 他就住嘴了 忙改口 记得提醒父皇 到御花园边的那个湖后 等一盏茶再过胡心桥 楚地和我分别时 听到了我的那些心声 所以这会儿 他回到御花园边上的湖时 停下了向前的脚步 楚地没有回答 而是道 上茶 正吃一杯茶再继续向前 他要看看 胡心桥到底会不会他 茶上来了 他自顾自的吃茶 吃完一盏后 他刚站起身 不远处胡心桥 就传来了轰隆一声巨响 桥突然就塌了 他现在很严重 好些木头落在了湖水中 桥身整个都毁了 楚地惊呆了 冷宫中 李飞得知 我从冷宫后面的狗洞 爬了出去 在外面溜了一圈 还见到了楚地和那可怕的陆贵妃 他吓坏了 李飞抱着我 哭了许久许久 我伸出胖乎乎的小手 笨拙地帮李飞擦了擦脸上的眼泪 娘亲 不哭不哭 等我长大了 带你过好日子 李飞从我出生的那一刻 就总是能听到我的各种心声 所以这会见怪不怪的 只是宠溺地摇了摇头 你这孩子 就在这时 李飞的小丫鬟秋霜 急急来禀报说皇上来了 李飞听到这话后 如临大敌 因为上一次楚地来看她 是在三年前 那时她怀着孕 每日都盼着皇上来看她 可惜皇上日理万机 好不容易将人盼来了 却是因为那莫须有的通敌 判过罪名 她因此一直心有余悸 害怕见到皇上 这会儿楚地突然就来了 李飞腿都软了 面上的血色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困在这里一辈子 话落 楚地到了 她和她身后的一群人 涌进了李飞和我简陋的房间里 乌泱泱的 李飞将我护在了自己身后 然后颤抖着身体行李问安 臣妾参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楚地伸出了手 要扶李飞起来 李飞受宠若惊 不敢将手放进楚地的手里 楚地迁就地主动握着李飞的手 将李飞扶了起来 还特别看了李飞身后的我一眼 都过来坐吧 几人坐在了屋内 唯一的那张八仙桌前 楚地本来想要问我 他为何可以预估未来发生之事 他到底是神童还是妖怪 但反过来想想 他要是问了这些事 我怕不是会被众人当作怪胎对待 也无法再像现在一样 肆无忌惮地在心里念叨什么 他也就听不到真话了 但我此番救驾有功 他也想赏 便道 李飞 朕最近几日常常想起之前 你通敌叛国的事 朕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朕准备重查此案 至于你 养育十八皇子有功 搬出冷宫吧 哎呀呀 便宜爹终于良心发现 愿意重查娘亲当年通敌叛国的事了 太好了 请继续保持良心在线 没准我会喜欢上便宜爹 楚地心说 小鬼头 朕要你喜欢 皇上 御书坊那边又有人来催了 说是有急事 福安急急说 朕这就去 福安 秋水居就赏赐给李飞和十八了 你亲自帮他们搬家 然后你再去镇的私库里 挑选一些东西给他们 切记 务必要最好的 福安心想秋水居 可是整个宫里最好的地段 上次陆贵妃求皇上都没给 但给了李飞 皇上这是因为十八皇子救驾 转性了 福安笑盈盈地点头 是 皇上 让我想想 究竟是什么急事 我看着楚地离开的背影 拖着下巴想了起来 不好 是大事 楚地听到这后 突然停下了向前的脚 便宜爹这会儿应该是去议论前线军情 楚地 对对对 难道臭小子有什么提醒 楚地竖起了耳朵听着 跟在楚地身后的李飞 看楚地突然停下了脚步 不解问道 皇上 您不是有急事吗 怎么不走了 难道尿急 不是说人有三急吗 朕有些口渴 吃一杯茶再走 李飞亲自给楚地倒了茶 皇上 请吃 楚地一边吃茶 一边听我的心声 书里说过此番前方战士 我西楚国不仅败了 还死了三万士兵 损失惨重 便宜爹接下来给哥弟赔款 好惨啊 败了 还死了三万士兵 要明白 西楚国总共才十万士兵 一下子损失三万 西楚元气大伤 看楚地吃完一杯茶后还不回去 解决军情的问题 李飞皱着没问 皇上 您还口渴吗 臣妾给您添茶 李飞其实想将我的心声告诉楚队 让他重视这场战事 但后宫不可干政 他一张口必死无疑 还不如保持沉默 楚地端着茶杯看着我 可我却不睡睡念了 而是爬到床上睡觉去了 今天折腾了一天 我还是个两岁半的孩子 早就累得支撑不住了 楚地 踢踢踢臭小子 这个时候你不能睡啊 你亲老子的国可有亡国之威啊 你亲老子都要急冒烟了 你怎么还能睡得着 楚地忙跟到了我的床边 道 臭小子 你起来 继续想刚才的事 睡觉觉 我揉着眼睛不起来 李飞见状极了 皇上 您这是做什么呀 您就是不喜欢我 也不能这样对我呀 朕没有不喜欢他 哦 那皇上您不是有急事吗 朕是有急事 楚地认真说 十八从出生起 朕就没有陪过他 今晚朕想陪他睡觉 楚地可从来没陪自己 哪个儿子睡过觉 还是在冷宫 我是第一个 李飞和我都被震惊到 李飞觉得没那么简单 觉得皇上在预谋什么 但又不知道是什么 楚地摆了摆手 李飞你去做你的事 正陪着他就好 李飞虽然不情愿 但圣命难为 他道 是皇上 楚地陪着我在冷宫睡了一晚 等天让我睡醒后 很是猛逼 便宜爹为什么在他床上 就听到便宜爹说 哎 我呀 咱们西楚国要打败仗了 可怎么办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 听得不是太清楚 我揉着腥松的眼睛问 打雪仗 打什么雪仗啊 我不解 现在不是春天吗 春暖花开的 哪里有雪啊 便宜爹睡傻了吧 是败仗 败仗啊 应该就是那个南国细作 窃取重要军情 禀报给了南国 所以才导致西楚败了 L楚地寻寻善诱的道 也不知道有没有细作窃取军情 才导致战败 有啊 不就是那个魏平吗 假装有孕 成天往便宜爹的御书房跑 这才导致军情被窃取 前方战败 要是便宜爹 弄个假的军情被他窃取走 西楚就能变被动为主动 大胜南国 楚地心说 好主意啊 这臭小子真是太聪明了 朕差点就冲动之下 直接解决了魏平 而不是利用魏平大胜南国了 好了 我 朕走了 你继续睡吧 楚地去解决魏平这个戏做的事了 我猛逼 所以便宜爹刚跟他说那些是什么意思 让他做好吃糠宴菜的准备吗 不不不 他可不要吃糠宴菜 便宜爹你可争气点吧 一定要打胜仗 我以后的荣华富贵就靠你了 楚地一走 李飞就急急来看望我 并询问我 我呀 你那个便宜爹昨晚有没有打你骂你 我摇头 没有 那他做什么呢 陪我睡觉觉 醒来就走了 哦 这样啊 李飞到 算他有点良心 好了 快起来洗漱 洗漱完后 咱们开始搬家 李飞和我两人的东西不多 说是搬家 其实几个包袱能搬完了 但还有一个人 李飞和我想要带走 那就是贵嬷嬷 是一位已故太妃的嬷嬷 当初李飞生我时 多亏了他 我才得以平安降生 也是他偷偷做针线卖钱 接寄李飞和我 没有他 李飞和我活不下来 这会儿李飞跟福安说 福公公 我想带着贵嬷嬷一起出冷宫 你看可以吗 自然是可以的 娘娘自行决定就好福安道 奴在这边跟内务府说就好 那就好 贵嬷嬷被接出冷宫的时候 有不少人羡慕地看着 后悔着 后悔他们平日里 没有跟李飞和我好好拉近关系 御书房 楚帝听了我的话 露了个假的军情 让魏平这个戏座窃取走 西楚国成功伏击了南国 西楚大胜 损伤不超过2000 还俘虏了南国的重要将领 南国死伤颇重 接下来南国会派遣使臣来和谈 顺便给他们西楚国割地赔款 太好了 太好了 楚帝高兴不已 臭小子真是他西楚国的福星啊 面前几位武将称赞道 皇上英明 找到戏座不说 还利用戏座传递军情 反败为胜 都是小十八的功劳 楚帝在心里说 他想要去见我 但被国师拦住了 国师一般不出山的 出山必有大事 果不其然 国师道 皇上 臣要死了 楚帝 楚帝提醒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你一定长命百岁 国师道 臣急着求见也是因为此事 臣临死前 想要叮嘱皇上一些事 臣近日夜观天象 发现我西楚国十年后 会面临亡国之祸 国师语重心长地说 但有解 那个人就是十八公十八皇子 我死之后 皇上请务必相信十八皇子 并保十八皇子周全 楚帝自是将这件事放在了心上 他点了点头 郑记住了 郑也有一件事问你 楚帝犹豫在三后道 国师 郑有那么多个儿子 却一个女儿都没有 是因为命里没有吗 这件事令楚帝很不甘心 他怎么这么倒霉呢 一连生了那么多儿子 国师没有回答 直到天机不可泄 国师说完就走了 四日传来消息 国师死了 听说楚帝来了 李飞和我将人请进了屋内 我坐在娘亲的怀里 看着便宜爹的苦瓜脸 心里嘀咕 不是打了胜仗吗 我都在高兴 便宜爹终于立起来 终于看透那位平的真面目了 太棒了 可便宜爹怎么不高兴呢 难不成又出什么事了 哦 对了 是国师死了 听到国师死了时 楚帝突然目光一亮 冲着我伸出了手 道李飞将我给震报 兴许我可以解他心中疑惑 他想听听我对国师之死的看法 不 新生 李飞将我递到了楚帝的怀里 我觉得便宜爹 看自己的眼神很怪 在图谋什么 楚帝一边捏着我 软呼呼惹人怜爱的小脸 一边说 国师死的突然 也不知道是寿数已尽 还是另有死因 我顺势在心里嘀咕 寿数已尽呗 书中国师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听到寿数已尽四个字时 楚帝的心情好了许多 也不再自责了 还欢喜得连亲了我好几口 我被亲猛圈了 竟然有老男人亲他 哎呀呀 我不干净了 楚帝在短暂的喜悦过后 突然意识到亲儿子不妥 他从不亲儿子的 只愿将自己的吻献给女儿 但他没有女儿 饿心死了 楚帝一脸嫌弃的 将我还给了李飞 然后道 来人 赏 赏 莫名其妙赏什么 李飞也猛圈了 难道是便宜爹觉得亲了我 是需要赏赐的一件事 哎呀呀 我不是卖脸的 不需要赏 而他是我亲老子 亲就亲了 我虽然委屈了点 但也不是不能接受 他还委屈 楚帝永远的看了好一会儿我后 在我不情愿的眼神里 按着我 又猛亲了好几口 既然已经觉得委屈了 那就多委屈点 我无语 李飞觉得我被亲拢圈的样子 很可爱 也按着我亲了好一会儿 我感觉自己的 脸都要被亲骂了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娘亲和便宜爹 都有奇怪的脑回路 说亲人就亲人 之前娘俩在冷宫 没什么好衣服穿 现在既然有机会了 自然要穿得漂漂亮亮的 我看着给自己良体的李飞 伸出小手 你外祖父和外祖母 他们还在极寒之地流放 没被召回 咱们依然很弱 不然咱们都会有威胁 我明白的点了点头 那就听娘亲的 对了 还有件事会威胁到我们的安危 我不知道该不该提醒一下娘亲 我心里想着 那个亲妃是陆贵妃和女主顾心悦的人 近日会提出搬来秋水居 和娘亲同住的事 娘亲可千万不能答应啊 我想着办法 怎么让娘亲小心亲妃 不要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 就对亲妃没有任何防备 李飞自然是听到我的心声了 叫来了贵嬷嬷 做出了安排 亲妃明日会来拜访贵嬷嬷嬷 随便让人准备点吃食就可以 不必特别准备 贵嬷嬷嬷不解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翠日清晨 亲妃到秋水居门口的时候 碰上了几个人 十皇子 十一皇子 及随从 但亲妃因为眼前两位皇子的生母是宫女 便不放在眼里先一步 带着人进了秋水居 还携了两位皇子一眼 两位皇子健壮 突然不敢进去了 妹妹 姐姐来看你了 亲妃人还没有进去呢 就笑盈盈的喊人了 李妃牵着我到门口迎客 看到亲妃 她淡淡的说 姐姐既然来了 就请进来坐吧 亲妃感觉语气不对 心怀不安的进屋坐下 喝口茶后 道妹妹你终于出冷宫了 姐姐为你高兴客气了 还有十八皇子 都已经这么大了呀 亲妃笑盈盈的冲着我伸出手 能让亲娘娘抱抱吗 我不愿意 我转过身 屁股对着亲妃 看都不愿意看亲妃一眼 害人惊一个 我才不要呢 娘亲快打她打发走 李妃抚慰的摸了摸我的脑袋 孩子认生 算了吧 也好 查上来后 亲妃边吃茶 边打量了一圈秋水居 随即羡慕的说 妹妹你这新居当真是华丽啊 不像是妹妹的青翠轩 又简陋又破 还漏风 李妃笑道 那姐姐让内务府的人帮修缮啊 跟妹妹说无用 妹妹又不会修 亲妃噎了下 她想了想 道 姐姐其实是有私心 看妹妹的秋水居不是一般的大 妹妹一个人住着难免孤单寂寞 要不姐姐搬来和妹妹同住吧 也好有个照应 李妃面上笑着 心里却一片寒意 瞧姐姐说的 妹妹在冷宫住了这么多年 如今日子好了 也有了好住处 姐姐却突然开始心疼我了 怕不是不用心 亲妃被说重心事 有些慌 道 哪里的话 妹妹可是我最好的姐妹 我们从小就相识 我对妹妹的真心天地可见 妹妹怎么这样说 李妃就笑笑不说话 亲妃见李妃这副油烟不尽的样子 很是心烦 这个李妃 怎么突然就开始防着她了呢 她有些不甘心 杨妆特别生气 站起来狠狠甩的袖子道 妹妹可是不想我搬来和你同住 所以才这般说我的 亲妃说着就往门口走去 她是故意表现得很生气 好让李妃心慌挽留 她也好顺理成章地 在体留在秋水居的事 谁知李妃没有阻拦 还道 来人 送客 亲妃差点气晕过去 我看着娘亲对亲妃 断了亲妃住进秋水居的念头 那叫一个开心 哎呀呀 娘亲今天威武 娘亲太棒了 我们的危机解除了 娘亲以后请继续这样 我捧着李妃的脸 左右两边的亲了一口 此时贵嬷嬷来禀报 娘娘 十皇子和十一皇子也来了 但他们此刻正在外面徘徊 似乎不敢进来 十哥和十一哥 书里这两人一直和我的同胞 哥哥十三哥叫好 在十三哥出事后 他们二人也一直在帮忙救人 但没对任何人说 我也是在书中最后看到的 他们二人为了救十三哥 没有娶妻没有生子 最后命也搭进去了 可是娘亲不知道啊 娘亲也一直不待见他们 娘亲 我伸出小手手 拉着李妃的袖子 软弱地说 让他们进来好不好 他们可都是对哥哥最好的 李妃听到我刚当那些新生时 也惊呆了 他没想到 老师和老师一竟然为了救他的十三命 都搭进去了 李妃重重点了点头 好 娘亲这就请他们进来 李妃说完 牵着我出了门 亲自去迎接十皇子和十一皇子 两位皇子看到李妃时 不敢看李妃 双双垂着头 双手捏着衣巾 很是不安和紧张 他们担心被李妃讥讽 慢骂 于是将手里的礼物 递给旁边的嬷嬷 就准备走了李娘娘 恭喜您出了冷宫 小小贺礼 不成敬意 还请收下 但临走之前他们还是说 你也别为十三弟的是忧心了 我们会想办法的 说完就要走 看着害怕得很 李妃忙道 既然来了 就进来吃杯茶吧 十皇子和十一皇子惊呆了 李娘娘竟然让他们进去吃茶 他们该不是听错了吧 要明白 他们之前见李娘娘 可是从来没有茶吃 还总是被骂 都愣着做什么 快进来 李妃又到 他们真的没有听错 李娘娘真的在请他们进去 李娘娘似乎不那么讨厌他们了 他们笑着跟李妃进了屋子 李妃让人上了茶和糕点 都是两位皇子最喜欢的口味 两位皇子吃着 心里感动坏了 这是十八弟 渊渊吧 十皇子惊喜地看着我 长得可真好看 粉雕欲拙地 像李娘娘 十一皇子激动地说 接过了我 十皇子也凑上前看我 我看着凑到自己面前的两张脸 满眼闪星星 哇 两位哥哥长得好好看 他还抱着我 十皇子和十一皇子都听到了我的心声 相互看了一眼 欢喜的同时 有些不可思议 但他们都没有拆穿的意思 他们担心我被人当成妖怪 看见十一皇子抱了好一会儿我 十皇子道 你抱了好一会儿了 该我了 十一皇子不情不愿地将我给了十皇子 不一会儿 他又对十皇子说 十哥 你抱了好一会儿了 该我了 十皇子生气了 瞎说什么呢 我才抱到怀里 还没抱热闹 不给 你不给是吧 那我抢了 两人一前一后的追逐着 抢我 气氛很是活跃 直到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说什么呢 这么热闹 是楚帝的声音 楚帝一边疑惑 一边走到了十皇子面前 罔顾十皇子不情愿的目光 从他怀里接过了我 还对他说 老许久没见你了 长高了 看十皇子脸色不大好 楚帝又不解的问 只是看你脸色不大好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楚帝说着抱着我坐下 说说看 哪个不识抬举的惹你了 正帮你做主 今天他心情不错 帮忙做主不在话下 楚帝身后跟着的福安 可是看得清楚 十皇子分宁 就是因为皇上 从他怀里抱走了我 所以才不高兴的 皇上竟然还问 无异于自己骂自己不识抬举 俗话说 自己骂自己 长大没出息 福安想要提醒一句 但怕自己的脑袋不饱 只能装傻 十皇子道 儿臣没有不高兴 只是吃坏了东西 肚子略微有些不舒服 可找太医看了 未曾 那就快去找太医吧 老十一你也去 十皇子和十一皇子对视了下 这是在打发他们走吗 是 儿臣这就走 十皇子和十一皇子向来不受圣宠 和楚帝说两句话都难 哪里敢违背他的意思 两人垂着头 失落地退下了 我看出了十皇子和十一皇子的不舍 拉了拉楚帝的衣袖 道 父皇 渊渊喜欢两位哥哥 想要两位哥哥陪着一起吃饭饭 可你十哥肚子不舒服 楚帝道 那是因为饿了 饿了 楚帝道 那就留下一起用膳吧 十皇子和十一皇子激动到差点掉眼泪 今天这是什么好日子 父皇和李娘娘都不思先前量对他们了 好 多谢父皇 看向我 多谢十八弟 两位皇子战战兢兢的和他们最近养的父皇用了膳食 因为畏惧父皇 他们吃的不是太多 就吃了几口 吃完就走了 我想要帮两位哥哥得到父皇的宠爱 但是两位哥哥走得太快了 渊渊 看你没有吃饱 再吃点 楚帝说 我明明吃了很多 已经很饱了 便宜爹却还担心我没吃饱 十哥和十一哥都没怎么动筷子 便宜爹却看不到 便宜爹一点都不把他们放在心上 我得想个办法 楚帝玩味的看着我 想着我会想什么办法 余光看到李飞时 李飞娇美的侧脸 轮廓分明 眉目如画 很是吸引人 他转看向李飞 但想没有挪动视线 我嗨嗨了两声 楚帝也没有反应 便宜爹为什么这样看见娘亲 丑丑 那是什么眼神 像色鬼 楚帝 他不过就是觉得李飞貌美 多欣赏了一会儿 就被说成色鬼 臭小子 他懂不懂欣赏啊 父皇 你多吃点吧 多吃点就不色眯眯的看娘亲了 楚帝收回了视线 明明已经饱了 又连续吃了好几口菜 证明他不是色鬼 谁知 我又开始念叨了 得 便宜爹又成恶鬼了 渊渊 你看父皇手里的这件小裙子 楚帝手里拿着一件粉色窄绣纺纱裙 是顶好的料子做的 薄如蝉翼 透气轻盈 做工也精致 极美 小姑娘穿上的画 一定美得跟小仙女一样 最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只是 是小姑娘穿的 李飞不解的问 皇上 你为何让渊渊看小姑娘穿的衣服 难道他知道什么了 李飞啊 这个你先别管 楚帝心虚着呢 担心李飞会阻止他接下来的举动 于是道 你去御膳房那边看看 这让人给你做了美容养颜的燕窝 加不加糖 你跟他们说 搬御膳房送来的东西都甜得发苦 李飞不爱吃甜 听了楚帝的话后 他道 是 臣妾这就去 李飞一走 楚帝就继续摆弄着手里的小裙裙 看着粉雕玉镯的我 笑眯眯的说 好渊渊 这么漂亮的小裙裙 你想不想穿啊 你要是穿上的话 一定非常漂亮 我不说话 呆呆的看着裙子 旁边伺候的工人都被楚帝的举动给震惊到了 纷纷在心里付匪 皇上这是想你而想疯了吧 竟然让十八皇子扮成小姑娘 口味有些重啊 十八皇子到底是男孩子 肯定不愿意 没准啊 还会哭闹起来 大家都准备好吧 待会儿好好哄十八皇子 楚帝也担心我被他惹哭了 但他又实在想看到我穿裙子 扮作小姑娘 因为我粉雕玉镯的 太可爱了 穿上小裙子 就是他心目中的女儿模样 渊渊 你只要答应穿这个小裙裙 扮作小姑娘 父皇就赏你一百两银子 不不不 黄金百两 楚帝大手笔 我惊得瞪圆了眼睛 好多银票啊 楚帝捂着心口说 谁让父皇没有女儿呢 父皇越看你越觉得像女儿 渊渊 你就答应父皇吧 我撇嘴 下定了主意 穿 楚帝看我撒嘴 以为是不愿意 忙到二百两黄金 二百两 楚帝怎么 嫌少了 我只是震惊到了 那就五百两黄金 真的不能再多了 楚帝道 父皇四库的现银不多 好 我穿 我哪里不愿意了 我乐意的很 不论钱是今生 我都没有穿过眼前 这般漂亮的小裙裙 如今有机会穿 还能不暴露她女儿身 给她引来危险 好机会呀 我可不得把握好了 我从楚帝手里 接过了小裙裙 蹦蹦跳来 到了自己的屋子里 让桂嬷嬷帮她穿上 桂嬷嬷起初不愿意 听说圆又厚又愿意了 还顺手帮我输了双环计 戴上了白玉项圈 小姑娘瞬间跟个小仙女一样 奶乎乎 白嫩嫩的 呆萌萌的 让人想亲一口 楚帝就在这时候推门进来的 看到我的样子 她激动的许久 说不上话来 还流下了泪水 这就是她心目中 宝贝女儿的样子 她渴望许久不得愿 今日终于心愿得偿了 她搭不上钱 抱着我 亲了好几下我的脸蛋 兴奋的说 渊渊 以后就这样穿好吗 父皇准备了好多小姑娘的衣服呢 她专门为女儿准备的 大皇子出生的时候就准备好了 可惜没用到 今日终于用到了 可又担心 我只是一时兴起穿了 以后天天穿的话 肯定不愿意 没准还闹 楚弟满心期望的说 渊渊若是因此提什么条件 父皇都满足 我没条件 我摆着手说 我非常喜欢这样穿 是吗 楚弟太高兴了 两只手举起了我 转了好多圈 我第一次被爹爹举着转圈圈 开心的一直在笑 但是呢 宫里的人就不觉得我扮女装 事件多好的事了 甚至私底下冷嘲热讽我和李飞 觉得母子两人为了争宠 简直疯了 竟然男扮女装 以后若是一处 有这个污点在 十八皇子怕是男咯 呵呵呵 李飞从御膳房回来的时候 就听了不少的闲话 但是他不在乎 还在心里嘀咕了一句 他们懂个屁 他的渊渊本来就是小姑娘 楚弟也高兴得很 抱着我在宫里 各处溜了好几圈呢 十分招摇 我到了晚上 才被送回李飞身边睡觉 李飞这边 十皇子和十一皇子 听说我穿女装后 都赶过来了 兄弟俩不知道我的真实性别 只觉得我受委屈了 渊渊 十哥答应你 一定想办法 让你恢复男装 十一哥不会让外面的人 议论你的 谁敢议论 十一哥打烂他的嘴 漂亮哥哥不担心了 我本来很困了 但还是撑着坐了起来 小大人一般 安抚的拍了拍 两位哥哥的手背 我很欢喜搭 十八弟该不会脑子有问题了吧 十皇子和十一皇子 越发心疼了 心里暗下决心 他们一定要争取父皇的喜欢 帮渊渊证明 然后再就出老实 我睡之前 跟十皇子和十一皇子说 十哥哥 十一哥哥 明早你们来看渊渊好吗 好 明日可是有大事发生了 两位哥哥 能不能与太子哥哥交好 进而获得圣宠 就看明天了